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可以说 所有的男主角都是专一而深情的人设 但偏偏就是有这么一位 与别人截然不同 他就是陆顶纪的男主角为小宝 小薇可以说是男人们的啾啾鸡梦想了 左拥右抱艳谱七天作为陆顶纪的男主角 凭借着主角光环 一路开挂皇帝 是他的好兄弟公主 都只能给他做小老婆 其他人的出身 要么是武侠世家的后人 要么是一身正气的侠客 只有他是一个妓院出身的小混混 既没有天赋异离的武功 也没有正直大义的价值观 比起隔壁大侠们行侠仗义 极恶如丑的英雄事迹 他显得实在是太普通 甚至有一点LOW他的母亲 是扬州立春院的歌迹生父姓 甚名谁 根本无从考证 从小在这种互乱不堪的环境下长大的小伟同学变得狡猾 吊儿郎当不学无数整天接触的 也是三教九流一些登不上台面的人 学的也是些隐隐狗狗投机取巧的行党 但主角就是主角主角光环的作用胜于一切 他最终凭借着自己几乎无敌的好运气 变成了黑白风湿的大老级人物除此之外 他风花雪月的风流寨 正是读者兴趣最浓厚的 所在各路女神通通被他尽收盲中 真是羡煞旁人七个老婆风格 酒一千差万别 但共同点是都长得非常美 忠诚的双儿理智的方宜清诚的阿克 刁蛮的剑宁机制的苏泉 每一个都是真女神 然而 这奇人之福也不是谁都想的这么多老婆里 其实只有一个最有必要 数次使他身陷淋雨的 竟然有四个之多 譬如方宜 他对老维不够坚定 并且理次背叛 害了老公理次身陷陷阱这样的女人 相当危险 其次苏泉武艺高强智商也高 十个维小宝都不是他的对手 实在太难嫁离 然后是见您出身皇家公主 并太重需要人迁就 又刁蛮任性 不讲道理说实话 并不是好媳妇的人选 最后是阿柯虽然长得好看 单嫁给小薇实属无奈 内心其实不甘愿这种婚姻关系 注定也不会太长久 数来数去为同学的众多夫人种 取得最值得的 就是双儿桃温柔大度善良体贴 即使面对薇小宝这样的渣男 依旧不离不弃任劳任远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 始终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这样的女人 得知完全是为同学的命中 一大姓氏 所以结婚这件事找的是相守到老 互相扶持的伴侣 其他再多的附加条件 如果是建立在不忠诚